金融市生命县协会改选 理事长白又云顺利连任 陈荣辉常务理事 白又云常务理事 其中白又云当选理事长 离间市大会上贵宾云集 道贺生不断 金融市生命县协会成立于1977年 40多年来都是向市政府各机关 商界办公室 限制安乐区行政大楼 漏水严重 白理事长自行筹资 在南荣路购置会馆 也向大家宣布好消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每次跟人家这一教室都要租金 即使我现在算了选一百万下去 我们买房子并没有挣抢我们太多的费用 而且我们还有拥有自己的教室 那我们金融生命县呢 在成立大概第48年了 终于能够在我们的白理事长白总裁的愿意的 努力的支持之下 然后呢 汇集大家的力量 能够终于能够有金融市生命县自己的家 那有自己的家之后呢 白理事长他规划很多的一些社会服务的一个层面的一个区块 包括整体的规划 包括课程安排跟场地各方面等等的 我们期待因为金融市生命县有自己的家之后 我们金融市生命县的所有家人 我们的凝聚力更大 那我们凝聚力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提供社会服务 生命县协会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出席里监事的贵宾们 对于白理事长长期热心公益给予高度肯定 他针对取之一社会回贵于这个社会 我觉得他这个大爱的精神 我们要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 生命县的志工呢 是付出了相当大的爱心跟耐心的 那期待我们的中央能够更重视这样的一个生命县的协会 然后能够支应社会来照顾我们的志工 培训我们的志工 也能够让台湾有更多的真能量 因为原先的这个会馆 大家的这个服务环境不好 然后大家24小时轮班 发挥了这么多的爱心 他觉得这样的环境对大家来说太辛苦 那也花了非常多的心理筹备非常多的物资 来帮这个生命县来买一个新的会馆 我觉得非常由衷的敬佩 那我们在场这个生命县所有的志工都 这个发挥自己的时间 耐心跟爱心还有金钱 大家都投入在防治与自杀的事情上面 我想我们金融市议会包含瑞池议员 大家也共同来关心这个事情 我们也希望扶植生命县 让生命县的环境来更好 让这个空间如果有一些更好的场域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舒服的环境 来替我们国家社会 替金融市民来服务 市政府的资源永远是不够的 我们虽然有我们心理卫生中心 很多的同仁 很努力的在照顾每一个有需要的市民 但是有时候我们身边的这些好朋友 我们这些志工的力量 反而才真的能够照顾到我们角落中的每一个人 那我们金融市民很幸福有我们这个生命县 在崭新的地方 然后今天有在改选新的礼监市之后 在新旧的干部都一起努力 在更多的志工一起努力 新的场所一起努力之下 希望我们金融市民会未来更健康 身体健康心理也健康 新的会馆正在装潢 大约有60多坪空间 未来将提供金融市民更完善的心理咨询 也欢迎更多民众加入志工行列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